拍死一只苍蝇 竟立马获得一千美元奖金 看到盗账通知 男人吓了一跳 怀疑有人在附近恶搞自己 可神秘人此时打电话给他 让他吃掉那只苍蝇 就能立马获得三千六百二十二美元 男人认为对方是在耍他 直接不予理会 可回到家后 发现账户里真的多了一千 他意识到神秘人没有开玩笑 在这年头谁会有钱不赚了 他二话不说吃了苍蝇 很快神秘人又打来电话 恭喜他完成了挑战 奖金也是一秒入账 男人却感到一阵后怕 因为这意味着对方一直在监视着自己 然而对方却声称没有恶意 只是想和他玩个游戏 一共会有十三个挑战 如今他已经完成了两项 只需完成剩下的十一道关卡 就能获得六百万美元的奖金 但前提是 如果任何一个环节失败 那在此前获得的奖金都会被回收 而泄露游戏或举报行为 同样会判定为失败 这时老婆刚好走了过来 男人急忙躲进了卫生间 生怕游戏被揭露 然后按下数字1 正式接受挑战 等他出来时 老婆感到有些恼火 但他不能说什么 只说这是个惊喜 当他参加朋友的聚会时 突然接到神秘人的电话 而这次的挑战时 要在五分钟内弄哭一个孩子 虽然觉得荒谬 但他还是顺从地照做了 他四处寻找 最终发现了一个孤零零的女孩 时间紧迫 他只能直接了当地开始 女孩鸡里哗啦地大哭起来 同时男人的手机也立即收到了转账 他匆忙跑回去 慌张地准备逃离 事后他来到教堂接父亲 却又接到了神秘人的电话 对方命令他抢走教堂的艺术品 然后放火烧掉 面对一万美元奖金的诱惑 男人毫不犹豫地抱着东西躲进花园 刚点燃火焰 就立刻收到了奖金 可他还没来得及高兴 大火居然迅速蔓延 直接烧毁了教堂 他顾不上那么多 连忙拉响了火警按钮 迅速逃离现场 老婆见他的行为怪异 拉住他不停地问 但他顾不上这么多 因为他已经进入下一个挑战 就是追赶眼前的流浪汉 而男人想不到的是 在此之后 小女孩 流浪汉 以及教堂都到警局报案 这引起了警长的兴趣 决定亲自去调查男人 此时的男人正准备完成第六项挑战 内容很简单 只需在房间的李主人到咖啡厅喝一杯咖啡 对男人来说 这根本算不上什么挑战 可当他打开房门时 却发现屋子里一片凌乱 里面正播放着可怕的音乐 他小心翼翼地搜索了一阵子 才发现这个家的主人躺在浴缸里 早就凉透了 男人鬼鬼祟祟扛着尸体来喝咖啡 没想到撞见了警察 更意外的是 自己的咖啡被服务员送错到警察那里 眼看挑战就要超时 男人顾不上那么多了 男人慌乱地结账 抛下尸体撒腿就跑 这次的奖金竟然高达五万美元 还没兴奋一回 下一场挑战不约而至 一辆神秘的大巴停在他面前 虽然有些害怕 但为了巨额奖金 他还是依然钻了进去 一直到深夜 才在汽车旅馆停下来 按照指示 男人推开了八号房间的门 惊讶地发现里面还有个陌生人 两人闲聊了几句 就在这时 护士走了进来 全程没有说话 直接捆住了陌生人的胳膊 而男人也接到了任务 居然是将胳膊砍下来 他难以置信地询问 却得到了肯定的答复 原来这个陌生人也接受了挑战 尽管如此 他仍然下不了手 陌生人见他磨磨叽叽 故意挑衅 对着他破口大骂 男人忍无可忍 终于咬紧牙关下定决心 狠狠地砍下了胳膊 两人满身鲜血 急忙前往医院 他将被砍掉的胳膊 留给了医生 朝眼前的男人走去 攻击眼前的人 正是第九项挑战 男人立即收到了巨额奖金 意气风发地邀请亲朋好友 办了一场盛大宴会 可就在这时 神秘电话再次打来 这次的挑战奖金有150万美元 他需要在致辞时公开辱骂所有人 并尽力破坏现场的一切 面对家人和朋友 男人绝不愿意这样做 但对方却提出更诱人的报酬 他之前已经严重违法 只要完成13项挑战 就能销毁犯罪记录 男人意识到对方神通广大 犹豫一番后 果断地答应了下来 可他还没来得及演讲 警察竟然追了过来 吓了他一跳 但他仍然决定放手一搏 然而警察说的话 更让他大吃一惊 警察这次来居然是因为弟弟 看来这小子在外面 惹了什么麻烦 男人意识到这是表现机会 以掩护弟弟逃跑为借口 在现场发起风来 一边按照剧本大声辱骂 一边把盘子和酒杯砸了个稀巴烂 眼看警察要扑过来 他抓起叉子对准自己的脖子 顺利完成了挑战 他收到转账短信后立刻逃之夭夭 可刚锁上门 他又收到了另一个挑战 要求他打开门 向外面的警察投降 尽管这个要求很荒谬 但为了钱财 他还是乖乖照做 警察拿出一大堆案卷 每一件都足以置他于死地 可他看着这些照片 却完全不知情 显然有人将其他案件强行嫁祸给了他 警察刚离开 椅子突然折断 他轻松地取得了一根铁棍 当警察进来时 他突然发动袭击 轻松夺取了警枪 并挟持人质来到窗边 毅然跳了出去 男人帮老太太挂亮衣绳 立刻获得了一百万奖金 此时一群疾风少年正快速接近 男人这才发现 亮衣绳横穿整条街道 这样下去 棋手们必定人手分离 男人大声呼喊让他们停下 但噪音太大 对方根本听不见 他匆忙用力拔出铁钉 刚松口气 不料棋手接到了神秘电话 带队冲了回来 而这次他们的前方 有位黑衣员偷偷挂好了钢绳 喧闹的场面瞬间平静下来 只留下一片狼藉 男人吓坏了 根本不敢回头看 直呼家人们谁懂啊 今天看见一群下头男飙车 就在这时 电话再次响起 神秘人恭喜他成为百万富翁 然而接下来的挑战变得更加残酷 他濒临崩溃 受够了这场游戏 再也不听神秘人的蛊惑 将手机扔了出去 他失魂落魄 漫无目的地走着 可一转眼 发现了刚才的黑衣人 对方连忙开车逃跑 他只能找到附近的一辆车 开着追了上去 就在这时 副驾驶座上的手机竟然再次响起 男人一路追着黑衣人 竟然不知不觉回到了自己的家 而父亲卧室门口赫然写着十三 他顿感不妙 打开房门 连忙唤醒了父亲 就在四处查看时 突然听到声音 好在只是弟弟回来了 然而男人此时变得格外警惕 他不断提问 直到弟弟露出马脚 弟弟见藏不住 匆忙在包里摸索 到了这一步 他无法再继续了 想劝弟弟离开 但弟弟却像疯子一样 只在乎最后的奖金 眼看枪口对准自己 男人赶紧好言相劝 然而兄弟两人的争吵 竟然激怒了父亲 他告诉两人 自己也参与过这个游戏 并且获得了最后的奖金 男人听到这里 彻底崩溃了 他只知道六岁时母亲意外去世 却不知道背后 竟然隐藏着如此巨大的阴谋 他想要杀死父亲 但父亲不给他机会 说完便拔出匕首 干脆利落地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兄弟俩都吓坏了 但这也意味着 现在要赢得奖金 就必须杀死对方 他试图劝弟弟放弃 但弟弟仍然想要杀了他 他只是打伤了弟弟 赶紧冲上去道歉 弟弟不依不饶 一刀又一刀地刺来 眼看他无路可退 弟弟竟然掀他一步离世 弟弟手机上的存款也瞬间清零 而他的账户已经达到了570万 他颤抖着离开了家 却又听到了声音 警长销毁了所有的罪证 正在他家里撒下汽油 男人打开门 看到眼前的景象 男人已经不想听他废话 坚决举起枪 男人账户中的钱瞬间清零 虽然失去了奖金 但他无怨无悔 随即拨通电话向老婆报平安 却听到了可怕的消息 听到老婆把苍蝇扔掉 男人终于松了口气 通光omm室 未落at 不过 阳 被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